同一时间,A中热闹了。 知恩恩他们前脚离开学校,后脚情报就送到了丽北觉那里。 丽北觉已经知道了学校里发生了什么。 他打了几个电话,A中就开始人羊马翻起来。 先是副校长跑到教务处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 紧接着,校长也打电话过来了。 问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之后,本来是在休假中的校长急匆匆地赶回了学校。 校长一来,先是把教导主任拉出来骂了一顿,紧接着,吃宝贝的班主任也倒霉了,被迁怒的也血骂了一顿。 最惨的,就是之前被吃宝贝逮到在背后说吃恩恩坏话的那个男老师。 先是被吃宝贝的一个花盆砸过去,吓得自己摔了一跤崴了脚,还摔破了胳膊。 后面回来,又被气得快要吐血的校长遇到了一个正着,又被这当着众多老师的面给骂了一顿。 男老师被骂得脸长成了猪肝色。 自尊心作祟,没忍住就怼了校长一句。 我也没有说什么,我又没有当着他说,谁知道他会从我旁边的楼梯里走出来,直接一个花盆就砸了过来。 他都动手先打老师了,我还没跟他算账呢。 校长被他气得手直发抖,恨不得跳起来拍他一巴掌,把他给打醒了。 你给学校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,你还不反省,还想要跟人家算账? 你去啊,你现在就去,马上给我滚去算账。 我倒要看一看你会不会被人给打死,最好死在了外面,省得我被你连累。 谷府,哪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啊? 我是有不对的地方,但是学生打老师,那放在哪儿都说是学生不对啊? 我们又不是完全不占理啊? 男老师还觉得自己没有错,有错的是吃宝贝。 校长快要被他给气晕了,忍无可忍,一脚给他踹了过去。 赞礼?你赞个屁!你以为人家要跟你讲礼啊? 立北爵是什么人呢?那霸道强势随心所欲。 他觉得有礼,就是再没有礼都有,他要是觉得没礼,你再有都没有。 今天的事情说白了,两方都没有做对,要是没有后续的教务处,教导主任和班主任逼着人家写检讨书道歉这一出的话,他们还算是有礼的一方。 现在,教导处也没有公正的处理,还要用退学来逼人家。 人家直接亮出了身份,他们现在再来讲道理,还有什么底气啊? 他怒火中烧之下,教导主任副校长等人都是不敢出声。 男老师被踢了两脚,还没有来得及跟自己的姑父置气,就听到门卫那边打来了电话。 教导主任接了电话,脸色发白,冷汗晶晶地往下落。 那表情就跟药天塌了似的。 校长的心头咯噔一跳,直觉不好了。 什么事儿? 教导主任双腿发抖,全部都靠着办公桌的支撑,才没有摊坐在转椅上。 哆嗦着嘴巴,连手里的听筒都忘记挂掉了。 看着他说, 校长,不,不好了,教育局那边,那边来人了。 这么快? 校长如同晴天霹雳,脸色变得就跟教导主任一样白里透着冷汗。 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人士的侄子,咬咬牙,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西装,跟其他人说。 你们,跟我出去。 说着,就带着副校长等人迎了出去。 学校里本来是不允许车子开进来的,但是领导的车子除外。 两辆车子一前以后都开了进来。 前面那辆黑色的奔驰,明显是挂着政府的牌子。 而后面那辆限量款的林肯里面坐的是什么人,校长心里就不那么确定了。 他心里七上八下的,等车子停下来,主动上前帮领导拉开了车门,迎着教育局的领导就下了车。 但是领导也并没有理会他的套近乎,而是站在原地,明显在等后面那辆车里的人下车。 很快,后面的林肯也停了下来,司机绕后打开车门。 一双大长腿,率先映入了众人的眼帘。 紧接着,一个气场强大的英俊男人下了车。 池宝贝的班主任捂住嘴巴,惊呼出声。 池景晨的爸爸? 之前,他们远远地就看过丽北爵一次。 不过,那一次丽北爵穿的是家居装,身边又有池恩恩陪着。 气势远没有现在这么强势逼人,完全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 之前对校长爱里不离的教育局领导,三步并坐两步地,带着校走了过去。 李总,一起进去吧。 嗯。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在了前面。 这态度跟之前判若两人。 校长已经发现学校今天可能就要惨了,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跟上去。 几个人去了学校的校长办公室,情况完全就和池恩恩刚才反转了。 刚才是池恩恩和池宝贝他们站着,教导主任和几个老师坐在那里,一副发难的样子。 现在完全是反了过来,全场就一个人坐着,立北爵。 男人漫不经心地坐在沙发上,长腿交叠,江伯纯明起,半河的言简让人无法窥探他的情绪。 他的身思心肠,气质金贵,明明没有说话,却牢牢地把控着全场的注意力。 江伯纯,您今天是…… 校长被立北爵的气场压得呼吸困难。 墙挤出了一个笑容,问跟着立北爵来的中年男人。 中年男人慈眉善目,看起来就跟一个弥勒佛一样,小咪咪地摸了一下肚子。 哼,也没什么大事。 呃,是这样的,之前我们不是拨给你们一笔教学基金吗? 是这样的,这笔资金呢,是由立市财发出的。 现在,立总对A中是否有资格拿下这笔资金,是有一些疑问的。 所以啊,我就带着立总过来考察一下。 校长的脸色都变了。 他万万没有想到,教育局拨下来的那笔款项是立市财发给的。 而立北爵不直接因为之前的事情发难,而是拿这笔对于学校非常重要的款项发难。 这……立总要逛一下学校吗? 校长现在完全是拿不准立北爵要干什么了,谨慎地问。 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,看着那个尊贵的男人。 终于,男人动了。 犀利的眼神落在了校长的身上,凌厉地就跟刮骨刀似的。 不用了,我直接看一下教职资料。 他把学校顶头上级都带来了,他想要什么,校长还敢不给吗? 只能是让人去拿教职资料过来了。 趁着吃宝贝班主任教务处拿资料的时间,校长还是鼓起了勇气,凑到了男人的身边,陪笑着道歉。 厉总啊,林公子的事情我也是刚刚才听说,我刚才啊,已经狠狠地批评了试试的老师。